积极对阵斗舞第三局上半场 里二回一二东旋是掏出了红蝶 金身红蝶 这个阵容金身红蝶真不错 这个金身红蝶你抓 但你别说 穷者这边的这个搏命是留在了心理学家手上面 因为知道你这边可能会掏什么呢 他们应该判断的是你这套阵容可能掏红分 或者掏红蝶 这边是全员飞轮 然后给心理学家这边带一个搏命 你这个安排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个心理学家不太会被抓 不太会被抓 他带博命来救人 还是比较稳的打单单性监管者 就看前期的一个操作对抗 因为东旋这边带了一个金身的话呢 穷者这边的古董商也好 空军也好 都不太扛得住 五个女人一台戏 现在就看谁个猛了 上来抓十八吗 十八这边往二楼 没有往二楼 往二楼的话平地 容易吃到 这边翻一个窗 但东旋这边如果说要怼着这个心理抓 你别说闷掉一个薄命 皮皮章这边一定会来保 一定要保 这个心理学家他得死保 一棍子反而是推进了一波距离 东旋下一波飞过来 古董商就驾 一棍好 两棍 来撕 飞轮CD还没有好 第一刀打中古董商 打中古董商 我觉得可以接受 这个心理真不能被抓 这个心理被抓了 穷者他们的一个战术安排就崩盘了 但东旋这边好像意识到了 知道你这个心理 就是那个搏命点 哇 这 就打你心理啊 就抓你心理 三刀截 在我们看来 这三刀截应该碰都不会去碰 就抓你 这波飞完 巴师傅 巴师傅 能不能在这块板子 捡起碟回头 这里的话 皮皮虾 这波空军交枪吗 交枪的话 这边一刀打中 这波枪怎么说呢 这波枪交了也是精神顶掉 武女这边过来 掩护一手 一刀抽到没抽中 减速巴音和一下 开始绕 开始绕 这边的减速巴音 可能应该会放满 两个人在这边卡板子 反正板子是肯定 由武女来下的 哎呦 这一刀 这一刀也给打中了吗 这一刀打中 东旋红蝶捏在手上面 讲道理啊 没有搏命的情况下 求者密码机 不太能拖得出 一个四人开门战 这一刀给打中了 真的 这刀但凡打在武女头上面 我感觉穷者外面的密码机又能多修很多啊 现在的话看怎么救人 应该 虾哥这边过来 交枪 先把这个精神给逼了 然后待会由古董商下一波过来打架 打你一个精神真空机 减速巴音和先下 这边 交枪 精神直接顶 掩护 扛刀 一个碟 没飞过去 这一波没飞过去 哎哟 我那个老天爷呀 再打你一刀 真的是今天这个刀器的把握 太准了 这刀都给打到了 这个刀器是有指向性的吧 核心问题 他们的打架位不在这边附近啊 打一刀 武女 那边救人 这波 空军这边来掩护 心理学家拉走 古董商那边的密码机修完了 古董商那边的密码机修完的话 这波古董商机子修完以后 赶过来空军戴凡扛一刀 好像我觉得 东旋这一波 他去 打这个 打这个武女这一刀 是不是亏了呀 救驾 古董商来救驾了 哎 这一波 打完 好亏啊 打一刀 密码机 六 一棍子先推 再来 八秒止隔 八秒止隔 你交完了 但是这边 古董商 他手里还有个飞轮 还有一个小跳 东旋这边要来秒古董 飞 往外一跳 现在还是一个飞轮 还是一个飞轮 飞过来 飞轮 交不出来 交不出来 穷者现在是全员白板 东旋先飞过去那边的门 虾哥的门 已经点开了 已经点开了 那应该是要三跑了 他这边来排人 这波核心还是在于 东旋打了那刀 完 那个舞女之后 让这边的心理学家 拉开了太远的一波距离 呀